視座於長者 聚不尚於堂 解聚不敢當皆 在長者旁邊陪視者 陪伴也叫做視 不一定叫做服視 陪伴在長者旁邊 聚不尚於堂 通常講這些場景的時候 一個大的莊園 就會有堂下堂上 就會有主人的接 就會有客人的接 如果一般的家庭就沒有這個規格 沒有規格 他的精神是一樣的 現在就是以清大夫那樣的規格跟排場 來舉例說明而已 脫鞋子不脫於堂上 我們是晚輩 我們是背者 我們鞋子要脫於堂下 那個長者他的鞋子會穿到堂上 穿到堂上 然後脫下來就放到座位旁邊 或放在那個台階的旁邊 不遠的地方 那我們是視座於長者 是背者 我們的鞋子不上堂 解聚不敢當皆 那鞋子放哪裡呢 就是你要上堂之前的台階前 你就要把鞋子給脫掉 那脫鞋的時候呢 你不能夠說擋著那個台階 就在台階的正前方再脫 你要脫 可以 你就撤到台階的旁邊 再脫 那個當 就是正對的叫做當 那個句就是鞋子 脫鞋子的時候 不可以擋在那個台階的前面 正當著那個台階的位置脫 脫下來直接放在台階前 這是不對 為什麼 因為後面來的人肯定要踩你的鞋 對不對 你脫起來你也不能放在那裡 所以你脫的時候就不要在這裡脫 你在脫的時候有人走動也很不方便 當著路口在那邊脫也很不禮貌 所以就當著台階側身在台階旁 才開始脫鞋子 就聚 貴而舉之 扁於側 剛剛講說上去之前脫鞋子 不敢當著台階 必定在台階旁邊 那也許在台階旁邊就有設個鞋� 對不對 如果人多 如果人不多 那台階旁邊 可能就有一個平平的地方 你可以放好幾雙鞋的位置 對不對 那等到你上了堂跟長者談話 那你有下來的時候啊 你要辭退對不對 辭退下來 那你要穿鞋子啊 就人走到樓梯旁 以人去靠近你的鞋 就叫做救鞋 貴而舉之 就是古代這個櫃喔 你不要把它想像成兩腿直櫃那個櫃 古代的櫃就是這個 像現在的日本的做櫃的櫃 那就是不論到哪裡都有席 坐在席反正都是櫃 這個櫃就是平常的櫃做的櫃 不是下櫃的櫃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櫃這個字喔 不要覺得說喔 我還要拿我的鞋 我還要跪在那裡跟人家磕頭一樣 才能夠拿我的鞋 不是這個意思喔 就是靠近你的鞋 坐跪下來把鞋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必定你要穿鞋對不對 頂於側 靠著一側 就是不要當著樓梯的意思啦 然後伸出一隻腿開始穿鞋 穿完的那隻一樣跪坐進去 再把另外一隻腿再伸出來再穿鞋 這個就是講說 拿鞋子穿鞋子的方法啦 向長者而聚 跪而千聚 輔而納聚 長者在堂上對不對 我們要穿鞋 我們不可以屁股對著長者 因為你從堂上下來 你必定是屁股對著他對不對 那你在跪著穿鞋的時候 你又屁股對著他 那就是不禮貌 長者在後面我們不屁股對著他 這個味道就好像什麼 像各位我們去廟裡面拜拜 你從廟裡面然後我們走進去 我們不敢從正門走進去 通行的廟正門旁邊都有兩個片門 那一般的人不敢跟神明正衝 我們避他的鋒芒 甚至我們走過中線就會趕快攻身 過了中線才敢再仰頭 然後從側門進去 側門進去 我們行禮對不對 然後你在裡面逛啊觀光啊什麼 你就是都不能屁股對著神像 這要表示禮貌 當然離開的時候難免 但是那個路線啊 也不會說屁股正正的對著神像 你會側身啊 你從側門出來 你不會屁股對著神像 對不對 這個是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有尊者在的時候啊 就是穿鞋不會屁股正對著尊者 我們會把頭掉過來對著尊者 跪而牽距 剛剛前面不是講救鞋嗎 救鞋就是靠近你的鞋 然後就跪下來 然後把鞋子拿出來 然後呢俯身來穿鞋 這就是剛剛講到的是 這個穿鞋放鞋的禮儀 所以各位 那我要進這個門 你脫了鞋 那一雙鞋 就不能放在門外的正中間 不行的 要側到一旁去 那如果人多 放兩旁 就是中線都要浪出來 這樣才可以的 離坐離立 勿往殘焉 這個離就是 兩個東西才叫做離啦 這個 易經有一個離卦 離卦說明亮做離啊 就是兩個東西才叫做離 如果一個東西 就沒有所謂離不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離開 因為它本來是兩個東西 才離得開啊 如果一個東西怎麼離開 離坐離立就是說 兩個人坐著 或兩個人站著 這叫做離坐離立 勿往殘焉 就是兩個人正在談話 談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也許他們兩個人 談論的事情 並不希望別人聽到 對不對 他們在商討什麼事情 那 那他的音量不是我們聽得到 那你就不要說他們正在談話 那我就直接給他插進去 你不要這麼做 他們正在談 我們在旁邊看 他如果有跟我招手 說欸 誰啊來啊一起談話嘛 那我們當然高興就要加入 對不對 或者是他們的音量 足夠第三者 第四者都聽得到 也就是說沒有秘密啦 那我們可以很快樂的走過去 我們可以跟他們行禮 跟他們交談 那如果是兩個人 坐著兩個人 站著他的音量不大 好 那不要說他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不是這樣 而說一個君子呢 就不願意去揣測 君子也不願意去測聽 對不對 那君子零來零往 好 來西零白 我就不要有那個苟且之間 的那個跡象 所以呢 他就不要進去打擾他們 離立者不出中間 如果有兩個人同時站立在那裡 好 那麼我們走路呢 我們要避開這兩個人的 中間的那個範圍 如果當然啦 兩個人中間範圍 譬如說有十尺 那無所謂嘛 那誰都可以走 這兩個人中間 就是可以只容納一個人 兩個人的那個寬度 表示說這兩個人正在講話 對不對 就算沒在講話 那是他們的這個範圍啊 那你從中間給他擦過 就是有一點不禮貌 好 所以走路一樣 譬如說 我們走來路上 見到前面呢 有一對母女走過來 然後他對母女兩個中間 是有一點距離的 然後你就從中間給他走過去 這個就是 有點煞紅景 好 不是很禮貌 就把它繞開 好 或者是說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家在照相 對不對 啊 已經快照了啊 我們還大啦啦從中間走過去 順便給他錄個鏡 這樣不是很沒禮貌嗎 這都很白目啦 我們走遠一點我們繞開 這個君子有成人之美 讓他們去完成 但是如果說 這兩個人在照相 大啦啦啦的一直照 然後他也不按快門 在那邊還在一直調姿勢有沒有 然後他在橋上 整座橋擋住了 那所有的人都不用過啦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要求他們 欸等一下人很多 你們等一下再照 我們先走過 當然這也都是可以的喔 好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 到這一點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